覺得這個這個角色 蠻欠揍的 你覺得是有什麼原因嗎 真的不來喔 我覺得對我來講可能也是一個 一個新的挑戰 然後再加上 有這一群演員的 這麼厲害的前輩演員的陣容 跟之前有拍過 動作戲的部分 但也沒有飾演過殺手 然後也想要看看自己 成為殺手是一個什麼樣的 情況 我覺得很特別的經驗因為 韓國拍攝韓劇我覺得真的 還蠻 蠻精準的 因為有 像是在現場會有 那個拍攝板 就是一個板子上面寫所有的分鏡 這個可能是我之前拍攝的經驗裡面 沒有過的 我還有拿到一個分鏡的劇本 然後每一個 上面的 要拍什麼 其實都會 在裡面 所以我就是 有經驗到 就想說 哇這個 處理的方式太細節了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殺手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自由 奔放的一個 殺手啦 雖然 他時常帶著微笑 但我覺得那個笑 可能都是會讓你比較 有點不寒而栗的 有點不寒而栗的 這種這種笑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在笑什麼 就是 就是 是一個 女生要約我出去喝酒 就是 對 但我就說 就是你不是我的菜 但 就是 就是 但 覺得這個 這個 覺得這個 這個 角色 嗯 嗯 嗯 蠻欠揍的 對 有稍微了解一下 槍枝的用法 因為我覺得他 再來講一定要很熟悉啦 如果你身為一個殺手的話 你起碼要對 就跟 廚師一樣嘛 你要了解你的刀啊 你的工具啊 你的料理方式 那我覺得是 差不多的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 你的工具 大概基本的煮法 拆解方法 然後哪裡要上堂 或什麼的 大概要了解一下 在現場很長時間 就會覺得 哇看他們演戲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為 他們真的很厲害 所以 有時候在現場 可能會 看到荒生這樣子 每一位前輩都非常非常的 照顧我 在現場 真的是很 很照顧我 就是 因為我應該也是 年紀最小的 所以 他們都把我當作 弟弟一樣 就 也會 照顧我 可能有時候會拉一起吃飯 在現場放飯的時候 就覺得 很幸福 很OK喔 我印象最深刻是因為他要一直扛人嘛 在 洗面 不管是要扛 活的還是死的 就是一直要扛人 所以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要去扛那個 劉載明前輩 因為我要把他扛上來 對 但又 會 會很怕 因為 有時候被扛的那個人 反而比較會容易受傷 所以就會 比較怕 不小心傷到 就是 這個 這個很厲害的演員這樣子 哪裡有好吃的嗎 哪裡有 哪裡有 好吃的 好吃的 食堂 食堂 哪裡 哪裡 好吃的 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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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 食堂 哪裡 去家裡 去家裡 你不懂嗎 不知道 謝謝 你覺得韓國的 韓國的 你覺得是 有什麼原因嗎 真的不來喔 一直都很感謝 很感謝 在韓國有很多粉絲 喜歡我 可能藉由看到我的作品 我會盡量再 用心拍出更多 更好的作品 就像No Way Out一樣 所以希望 以後還可以多多支持我 也要支持No Way Out這部劇 更好 請給我 謝謝 謝謝 歌曲 去翻譯